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杂志多年前曾做过一项调查 显示内地有七身官员患网络恐惧症 害怕因为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 影响前途 其中最提心吊胆的 当属负责舆情的宣传干部 和主政一方的一把手 如今从互联网时代进入移动互联时代 这样的恐惧有增无减 单位也在扩大 文章认为网络声态复杂 声音喧嚣凿杂 改于触网并且在实践中提升网络执政能力 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直面的现实要求 文章就如何适应裂变的传播环境 及如何练好舆情应对基本功 提出八项建议 包括应对舆情首先要诚意 要快速反应 实事求是 要有地方式 讲究方法等等 文章认为 官员修炼政务舆情应对基本功 回应的是提振政府公信力这一课题 而舆情回应 做比说更重要 包括要精心准备发布内容 及改正已出现的错误描头 只有习惯在阳光下做事 在互联网上生存 恐惧之症才可极大缓解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俄乌战事持续 乌克兰国防部2号表示 乌俄双方在南部战线激烈战斗 乌军沿着巴赫木特地区的南翼推进 成功收复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至于俄军在乌东多个方向发动进攻 在部分地区取得进展 俄军表示 中央军区坦克部队用导弹摧毁了敌军据点 炮手用125毫米火炮发射第一枪 使乌军轻型装甲车瘫痪 另外碎片和高爆炮弹也摧毁乌军据点和部分人员 至于俄军西部军区的坦克车 也为摩托化步兵部队提供火力支援 包括在前线和隐藏在地形的封闭射击位置 进行直接射击 也为机动步枪部队提供主动防御和进攻行动 此外 俄军地内博特种部队 一支空中情报部队 就发现乌军武器装备据点 相信是准备在赫尔松方向发动进攻 俄军齐后用柳叶刀系统成功做出攻击 乌克兰国防部2号表示 乌俄双方在南部战线的战斗 仍在激烈进行当中 乌军沿着巴赫默特地区的难易推进 成功收复3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不过也面临着俄军的强烈抵抗 俄方在战场上远程不雷 并重新部署部队 另外 乌方也透露 俄军在乌东多个方向发动进攻 并承认对方在部分地区取得进展 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就表示 他们在卢干斯克方向成功击退俄军 阻止俄军试图袭击乌克兰阵地 乌方并表示 一星期前已经在同一方向击退过俄军 当时击毙了40多人 另有过百人受伤 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当天表示 俄军与俄军在周末期间 进行了超过28次直接战斗 俄罗斯在此期间发动了11次导弹袭击 和8次无人机袭击 防卫室综合报道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3号表示 联邦武装力量的有效打击 正在削弱乌军进攻能力 乌军未在任何方向上实现反攻目标 邵伊古当天在与武装力量领导层 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乌军6月4号发动反攻以来 没有在任何方向上实现目标 这不仅证明俄军战士英勇善战 也证明外界对于被吹捧的西方武器 期望明显过高 据邵伊古通报 过去一个月 俄军 乌军共折损约2500件各类武器 包括美制海瓦斯火箭弹 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 以及波兰 葡萄牙提供的暴使坦克等大批西方军备 稍威古并首次谈及日前发动叛乱的呼应兵瓦格纳集团 称事件未对俄军事行动造成任何影响 他将瓦格纳领导人普利格人的失败 归功于武装部队人员对国家和军队的效忠 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斯金3号 在荷兰海牙接受采访时表示 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有关言论 就像是直接证据 表明瓦格纳雇佣军 是俄军在队伍战争中的非法组成部分 而在早前 瓦格纳集团举报宣布暂停招募工作一个月 克斯金当天在海牙出席起诉 侵略罪国际中心的相关活动 他在受访时称 乌方在今年的调查中 已将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利格人 确定为嫌疑人 瓦格纳也应对犯下的 众多严重战争罪行负责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有关 向瓦格纳集团支付款项的言论 证明瓦格纳雇佣军 是俄军在队伍战争中的非法分支 但某一部ır有其他印象的 目前你也看到对增长多少产 俄羅斯州的計劃 是在瓦格納的行動 所以從我的觀看 這是正確的證明 他們不僅是實際的 但可能是不法違法 也就是俄羅斯軍的部份 科斯金同時聲稱 瓦格納集團不僅對烏克蘭構成威脅 也對全球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 因在全球範圍內聯合起來 全面打擊和制止瓦格納集團 和其他潛在準軍事組織從事非法活動 他指出 當瓦格納的財政資源被削減 將很難繼續其行動 科斯金並呼籲美國和英國等盟國 將瓦格納列為恐怖組織 早前 據美媒報導 瓦格納集團宣佈暫停招募工作 有隸屬於瓦格納的社交帳號發文稱 由於暫時不參加俄羅斯 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 並將轉移到白俄羅斯 瓦格納暫時停止區域招募中心的工作 為期一個月 此前 在白俄羅斯總統 盧卡申科斡旋下 瓦格納叛亂事件得以平息 其領導人普里哥任也前往白俄 鳳鴻衛視 綜合報導 上面的兩條新聞 我們要注意一些細節 一個是邵伊古國防部長 他舉行武裝力量高層的會議 其中沒有空天軍司令 烏克蘭前線的副總指揮蘇洛維基 那麼說明蘇洛維基還是有些問題 那麼還有剛才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烏克蘭的總檢察長 柯斯欽到荷蘭海牙去了 他在荷蘭海牙幹什麼呢 是因為星期一 這一天 這是繼3月17號 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總統 發出逮捕令之後 歐盟理事會下屬的 歐洲司法合作組織宣布 在海牙成立一個叫 《侵略烏克蘭罪國際起訴中心》 英語所寫為ICPA 剛剛看到歐洲司法合作組織 發佈的新聞稿說 《侵略國際起訴中心》 《侵略罪國際起訴中心》 在歐洲司法組織正式開始運作 標誌著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我們從幾個方面來觀察一下 這個起訴中心成立的目的 一 是俄羅斯在2016年就撤銷了 羅馬規約的簽署 那就是國際刑事法院 目前無法起訴俄羅斯領導人 為了彌補這個差距 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的對外行政 去年11月份就搞了一份文件 分析如何確保俄羅斯要承擔全部責任 有幾個選擇 而這ICPA這個起訴中心 就這一過程當中的第一步 就是為了保存證據 查找證據 並且為未來的審判做準備 到了今年2月2號 歐盟委員會的主席 彭納萊恩就在第24屆 歐盟烏克蘭峰會上 就宣佈成立了這個 叫侵略烏克蘭罪的國際起訴中心 第二 美國現在也不是 羅馬規約的簽署國 羅馬規約也叫國際刑事法院規約 所以說這個中心完全是由歐盟主導 特別是原蘇聯國家和衛星國 除了烏克蘭之外 有立陶宛 拉脫維亞 艾薩尼亞 還有波蘭和羅馬尼亞 那麼在和這個東歐五國 這個聯合調查組搭乘了兩解備忘籠之後 美國任命了一位特別檢察官 來支持這個ICPA的活動 第三 這是歷史上首次 在戰爭沒有結束的情況下成立的一個起訴中心 那麼按照這個中心的說明 烏克蘭戰爭是歷史上證據最多的戰爭 而且檢察官們要處理的是一種很少受到起訴 而且沒有標準限定界定的國際犯罪 就是說這是實無前例的起訴 要閱讀的材料搜集的證據很多 所以他們要在戰爭 仍然在進行之際 就提前啟動 以便不斷地獲取關鍵證據 那麼第四呢 這個中心開始運作 是為戰後成立特別法庭做準備 也可以說是成立法庭的第一步 我們看到這個歐洲國家是要執意起訴俄羅斯 是要通過法律要清算和懲罰俄羅斯 至於能否如願以偿 那麼儘管他們現在提前起步了 要查找證據這個準備文件 但呢 前面的道路可能是很漫長的 說說這個羅馬歸越 今年二月份已經有123個國家 批准或加入了這個羅馬歸越 也就是國際刑事法院歸越 但是也有40多個國家 包括美國 包括中國 還有俄羅斯 都不是他的成員 換言之呢 即便掌握了大量證據的 檢察官起訴中心 還有國際刑事法院 判決俄羅斯領導人有罪 執行也很有難度 當然了 歐洲獨立檢察官們的 這個起訴文件 那麼按照這個中心所稱的 將具有里程碑式的一種影響力 他說他們歸了大量的文件 即使我們不能執行 但是也要公布於是 看看另外一則新聞 克里姆林國中三號發布消息說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於四號出席 上河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視頻會議 這是普京在馬格納集團雇佣兵 判斷之後首次出席多邊國際會議 另外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 三號在北京會見俄羅斯海軍總司令 葉夫 梅諾夫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 在會見時說 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 兩軍交流合作穩步發展 相信兩軍關係必將繼續走深走實 不斷邁上新台階 中俄海軍交往密切 互動頻繁 希望雙方加強各層級溝通 常態組織連演連巡聯賽 拓展專業領域務實合作 為維護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 作出積極貢獻 葉夫 梅諾夫說 俄方高度重視加強兩軍務勢合作 願與中方保持密切協調 持續拓展兩國海軍各層級交流 共同組織好海上聯合演習 聯合巡航等演訓活動 把兩國兩軍關係推向新高度 鳳慧市綜合報導 美國財政部長伊倫 將於本週到訪中國 中國財政部表示 經中美雙方商定 葉倫將會在7月6號到9號訪華 而美國財政部發布的新聞稿指 葉倫在到訪北京期間 將會與中國高層官員會面 美國財政部提到 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將會討論如何有責任 管理雙方關係的重要性 同時會就關切的議題 進行直接的溝通 並會共同推進應對全球挑戰 中特社引述美國財政部官員 指葉倫揮舞中國官員時 將強調美國對華的特定行動 不是為了獲得經濟優勢 美國也不尋求美中經濟脫鉤 另一方面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波雷利也將在本月10號訪華 在2號舉行的第11屆 世界和平論壇分論壇上 歐盟駐華大使表示 今年中歐將共同舉辦 多場高級別對話 歐盟駐華大使橢堯會在發言中指 中歐既是合作夥伴 也是競爭對手 系統性對手 但即使有競爭 雙方也應當保持溝通 他透露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波雷利就將於這個月訪華 同中方舉行高級別戰略對話 在經貿領域 橢堯會透露 今年中歐雙方還將舉行 經貿高層對話 目的就是要提出 並推動解決彼此的關切 並為年底的中歐峰會 做成果準備 我們有一個談論 關於經貿和貿易事件 並沒有任何進行 或至少是實際的進行 在過去四年 一些的缺乏計劃 可以給疫情 當然 我們必須進行 有約967市場接觸問題 在中國的歐洲 這就是為了 我們在明月中的年齡 主席當天分論壇的英國 駐華大使吳洛蘭 也在發言中多次強調 溝通的重要性 他認為中歐要提升戰略互信 第一點就是要加強溝通 他也指出 處理對華關係 不應以意識形態劃線 鳳凰衛視周江新劉健 北京報導 我們看到儘管在政治方面 氣氛還是比較緊張 特別是美國不斷地對中國 釋放一些不友好的言論 但是中方在繼續努力來穩定 與美國與歐洲的關係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馬上就要到中國來訪問 這是當當財政部長之後第一次訪華 這其實相當重要 那麼對於中美兩國 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的穩定關係 這是相當重要 現在中方已經宣布 它來的日期 6號到9號 那麼美方評論 還有一些比較細的分析就更多了 耶倫以前是這個聯交所的 不是這個美國的聯儲局的主席 那麼他來呢 我想他也代表了很多這個華爾街 這個投資家呀 對中國的一些期待和觀察 這個耶倫呢 之前已經放了風 他說他來呢 什麼都準備談 但是他6月14號曾經說過 他說不會跟中國脫鉤 與中國脫鉤將是災難性的 還有呢就是歐洲的這個外交與政策 高級顧問 就相當於歐盟的外交部長 伯雷利也要訪華 伯雷利是在歐盟當中 相當有影響力的一個老官員了 他是歐盟的副主席 那麼他本來是在4月12號叫訪華 後來呢他新冠洋了 當時呢 中國的外交部外人 還對他表示理解 並且表示慰問 那麼這次來呢 我想呢一方面 作為外交和政策高級官員 他不久前還發表了一些 這個對華的言論 當然還有對俄的言論 那就更加比較嚴厲 但是呢他親自到中國來訪問呢 也表明歐洲 儘管在許多方面和中國呢 這個關係已經不像以前那樣了 但是呢還是想和中國繼續保持一種溝通 所以最起碼要保持溝通 當然了還談到這個 今年這個再晚些時候 舉行這個中歐的經貿交通論壇 還有呢要為這個中歐峰會年底做準備 在這個時候呢 現在已經7月份了 有必要雙方呢 開始為了關係啊 開始加溫了 那麼相信這次博雷利來呢 他也可以說代表這個米歇爾和 馮德蘭恩 那麼和中國呢 這個繼續地找到一個新的溝通和聯繫 還有合作的渠道 因為他把新的戰略嘛 把中國叫做合作者 競爭對手 還有體制性的 競爭者還有體制性的對手 總的來說呢 中美和中歐呢 關係不會斷 不會脫鉤 但是我相信呢 應該尋找一個 或者進入了一個新常態了 現在請看風華威視記者報導的 其他重要北地新聞 稍後再會 請看風華威視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三号表示 全国多地骚乱过后 市面已暂时恢复凭借 但骚乱仍未结束 截至当地三号上午 再有超过150人被捕 骚乱至今累计已经有3300多人被捕 马克宗总统召开特别安全会议 要求政府尽一切努力恢复国家秩序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三号 来到东北部城市兰斯 视察当地受骚乱破坏的情况 又同民众交谈 他表示社会公共秩序已经恢复 但事情仍未结束 警察和宪兵部队将继续高度动员 他又提及骚乱期间 在首都巴黎市郊 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汽车起火 一名24岁的年轻消防员 救火石丧生是不幸的事件 总统马克龙二号晚 召集总理博尔内等政府高层官员 举行特别安全会议 要求政府尽一切努力恢复国家秩序 确保局势尽快恢复平静 马克龙又决定将在四号 同受骚乱影响的全国 220多个城市的负责人会面 在巴黎市郊的南泰尔市 市长雅里表示 当地的暴力事件已经减少 17岁北非裔少年 纳尔上月27号 因为没有遵守警员指示 被警员开枪射杀 触发全国连串骚乱 纳尔的外祖母早前发生 指骚乱分子借纳尔的死 制造社会混乱 希望骚乱尽早结束 亚里也呼吁公众继续保持冷静 指暴力行为只会令 纳尔家人和亲人更加难受 也会削弱公正处理事件的诉求 另外在巴黎南面市郊的 拉伊莱罗斯市 一辆着火的汽车 2号凌晨冲进市长 让布兰的住所 让布兰当时不在家中 但他的妻子和两名年幼孩子 逃离住所时遭示威者袭击 妻子和一名孩子受伤 妻子腿部骨折 手术后预计要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康复 事件列为谋杀未遂案处理 总理博尔内事发后 前往当地探望让布兰 强调要严惩犯罪分子 复华卫视综合报道 日前有中国旅行团大巴 在法国骚乱中被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毛文斌3号回应说 目前旅行团游客 已提前结束法国行程 并安全回国 他还提醒在法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当地治安形势 谨慎外出 以中国旅行团在法国马赛旅游期间 受骚乱波及 锁成大巴车窗被砸 疏人受轻伤 中国驻马赛总领馆 立即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协助旅行团报警 并开展紧急处置 向法方提出交涉 该团游客 现已提前结束法国行程 并安全回国 我们再次提醒在法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当地治安形势 谨慎外出 远离游行示威及暴力冲突区域 加强安全防范 如遭遇意外 请及时报警 并联系中国驻法国使领馆求助 法国总统马克龙 第二次当选国家领导人之后 有个叫百日新政 这个百日新政还没到 应该到7月14号那天 结果在百日新政期间 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大的骚乱 7月14号是法国的国庆 法国的国庆是巴士抵御 当时被1789年被攻陷的时候 这个法国的革命 把这个革命日作为这个国庆日 那么法国是不是有革命的 这种传统呢 是不是由于这个大革命以来的传统 一直成为法国民众的这个民族基因呢 有不少学者这样说 但我认为呢 和法国的这个以前的 不管是卢梭也好 或者是到后来的这些 这个所有的革命 这个政党 也好的话呢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的骚乱的深层原因 是什么 是法国 这个欧洲大国 二战以来这么多年来 他们自己的内政 这个经济出现很大的问题 当然你可以说 现在是这是主要是移民 这个郊区 这个青年 他们这次是一个 这个整个的骚乱的主要力量 但是法国的警察 使用暴力的厉害程度呢 也不亚于这些这个骚乱者 双方对上了 为什么对上了 和他这个贫富分化 年轻人失业率高 移民失业率高 还有呢 长期以来 国家的一些 这个高福利政策 导致这个国家的这个预算 摆不平 那么就业问题解决不了 据说他这个移民 他是2022年的移民 是百分之十点几 移民当中的这个就业率 失业率 百分之二 其中的黑人失业率 百分之四十 那么 其实马克龙 这两届 两任总统任期 这就刚刚开始了 一直想搞改革 上次的改革呢 退休制度改革吧 引起黄背心 反抗 糟乱 当然这一次呢 不是因为改革 是因为一个 这个阿拉伯 非洲的移民的男孩子 被这个法国警察 开枪打死 这是一个导火索 但深层的原因呢 就是这些人 在贫穷县 在贫民区 没有工作 那么 上街打砸抢吧 所以说呢 法国真正的 社会问题解决呢 恐怕还 包括移民的问题 移民政策问题 任中而道远了 好 最后请您 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特别时间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